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小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计计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了物的专访 还有议题的审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热闹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透过您的独立的捐款 透过我们捐地的力量 我们独立媒体才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远更好 然后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访问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要来介绍一本书 我们的除了讨论议题之外 其实也会谈各式各样的书跟影片 那这本书其实是最近出版 然后我看的事实上是蛮有感的 因为我从台北搬到民雄 然后到一个所谓的嘉义的 可能是一个乡村型的地方 那就会遇到很多生活经验 很不同的部分 那当然这边从政治的角度地方拍戏 我记得有一次 这是我的学生 我说老师 大家都说乡村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拍戏 我怎么在这里都没有感受到 我说有啊 你在玩手游的时候 里面全部都是地方拍戏啊 如果你一天到晚待在学校 这个天荣果里面不往外走 不跟这个社区互动 你永远不会感受到 一些地方拍戏的存在啊 所以这个地方拍戏 当然有人就有江湖了 有人就有拍戏 在班级里面也会有拍戏 在学校这核资产都会有 可当这个拍戏的力量 大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策 或者是一个民生经济 或者是甚至整个的国家发展 这个可能就特别是 我们要去值得关注的面向啊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书叫做台湾地方政治读本 来自青年世代的提问 实践与反思 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严婉林 她是这一本书的主编 婉林你好 观众老师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婉林也是长期 参加台湾的社会运动 不过她最近这几年 其实到了回到台南 跟一群的在地的朋友 成立了台南新亚 就是做了很多地方事务 公共事务或是监督 市政议会的相关的工作 另外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 台湾政治读本的作者 林弘扬 弘扬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弘扬 弘扬是云林卖寥人 然后她其实她的学位论文 也在讨论六清跟卖寥地方之间的一些关系 也担任过学术研究的助理 跟国会的助理 现在应该也在云林卖寥记的家乡吗 我现在其实到 在台北工作 在台北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你写这篇文章 如果不是当地人恐怕是很难 那么清楚精确的描述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婉林跟弘扬 来跟大家来分享 来讨论这本书 也来谈谈台湾的地方政治 台湾的地方派系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一下婉林 为什么会出版 这样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大致有哪些章节跟架构 以及有哪些作者一起来完成呢 好 先让大家看一下书 书的封面长 哎 哎 长这个样子 那书的封面其实很有趣 是一只鲸鱼 然后漂浮在空中 那它上面承载了一些 呃 城市啊 建筑物这样子 那这张图很有趣 这张图是我们用深层式AI 做出来 再去修的底图 那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呼应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跟上个世纪 完全不一样 有网路 然后AI的技术大幅 快速的进步当中的时代 但台湾对于地方政治的讨论 其实很多时候是停在2000年之前的 这个当然有非常多的因素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是 在当年讨论地方政治 是有它政治上的目的 因为当时有一个所谓极权的 威权的国民党政府 那我们要去理解这个 这个政府是怎么形成 那它怎么去控制地方的政治 那个时候有一波讨论 可是2000年后 民进党执政开始政党轮替之后 反而在政治学界 对地方政治的研究变少了 那再加上其实2000年以后 呃 我们的宪法制度 在选举上面有很大的修改 比如说2007年那一次 立委的席次减办 然后立法委员的选举 从大选区多席次变成单一选区两票制 这些其实都改变了地方政治的生态 而且是非常从框架性的去改变哦 但我们其实如果站到一间书店里面去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太少一般面向大众的书 在讨论地方政治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就在想好 那我想找一群年轻人 他们都不是做政治学研究的 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或多或少接触到了地方政治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作者们包括了 譬如说像记者 或者是说像辛杰嘛 辛杰以前就是记者嘛 然后你也是 陈寗他之前也在这个公事当过记者 那像微笑他之前是商周的记者 那他现在是在一个社群的搜寻引擎里面 做这个资料分析的工作 那像类似这样子的年轻人啊 他们所观看到的地方政治 一定有别于上个世纪 我们讨论的那个地方政治的样貌 所以这本书有一点像是 从当代的年轻人 25岁到35岁 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来看 那我们邀请每一位作者 从一个题目来谈 他观察到的地方政治 那整本书的架构大概分成4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在谈 推动地方政治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就是选举 那我们每一次在谈选举的时候 就会开始去讲空气票 组织票 然后文宣战 组织战这一类的 那在有网路的时代的文宣战 其实会跟没有网路的时代差非常的多 那社群媒体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篇就在谈社群媒体包括Facebook或LINE 怎么去影响一场选举 那这一篇就是我们刚刚说在社群引擎搜 这个搜寻的平台在做事的这位微笑写的 那第二篇我们谈的是农会 因为农会就是传统 等一下我相信这个部分 关老师也会有很多想要聊的 农会其实是在我们的地方政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那他掌握了金流也好 那整个农产品的产销也好 那他怎么去影响我们的地方政治 在这一篇里面有一些讨论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谈选举里面的操作是怎么回事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谈台湾有别于其他地方 一些很特别的选区的制度 譬如说台北的平地原住民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选举 可是我们很少人搞得清楚 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他们的选举怎么选 他选区很大很大 整个台北市就是一个选区 譬如说整个台南市就是一个选区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选民在哪里 这个对挑战者来说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透过简年佑 他自己打过机场选战 是选战的幕僚 那他从他第一手的观察来看说 那如果是原住民的选举 跟一般平地的汉人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那一篇其实也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我们其实用比较历史的视角 去谈一件事 就是各位想 应该还记得2011年前后 有一波六都升格的风潮 那那个时候非常多县市合并 包括台中县市 高雄县市 台南县市 桃园 那些县市 对对对 桃园 那桃园没有合并 他是直接升格 直接升格 那这些升格的差异 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是乡镇市这个层级不见了 通通变成区 对 那变成区的差别 就是少了很多选举跟位置 因为区不选举 区长现在是官派 可是这样子会对地方政治 带来什么改变 我们现在还在观察那个改变 那我们先回到过去去看说 其实在战后 1945年到50年代之间 我们曾经选过区长 区长曾经可以被民选 那个时候也还有区民代表制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恢复 我们透过这一篇来看 当时如果选区长怎么选 那后来为什么没得选了 这篇其实是要去提醒大家说 其实区长的出现 有很多不同种的方式 现在是官派 有可能是民选 那也有人提出来说 他可能可以是基要任用 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几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比较大的选制是怎么发生改变的 接下来的三篇我们就聚焦在 中部地方的一些很细节的 非常精彩的三篇 一篇包括是首达 他自己本身是台中市的市议员 他从他第一手的观察来看 候选人现身是怎么回事 选民服务是什么 各位要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县市议员 他们最终的工作都不是在议会里面 咨询都是在做选服 那个才是选民认识他们的方法 那首达明明是一个 学运出身的可以说是精英分子 可是问题是他回到地方 他仍然要去从地方的选民服务开始去看 还要去按部就班 按照原来的规则去做 对他一样要去送游览车 他一样每个礼拜 礼拜几的晚上要去做选民服务 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秉伦跟弘扬的这两篇 一篇是谈彰化南部 江南地区的地方派系 那这篇其实跟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有非常高的相关 包括这个彰化这个谢家 这个谢家他们是怎么崛起的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透过地方派系去掌控这个地方 那吴英宁他们家 吴家又是怎么样 用他们在地方的士生的角色 试图去对抗这个谢家 现在就是他们两个要选立委 谢家的谢一凤跟吴英宁要选立委 所以看这一篇你就会知道 可以看到他们在过去这数十年来彼此纠葛之间的 那个非常粘密的关系 是是是是没错 然后弘扬这篇等一下让他自己仔细讲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把一个新的角色带进来 就是企业 六亲就是一头大道不能搞的企业怪兽 那怎么样在最近10到20年的期间 他们怎么样去改变企业跟地方的关系 来形塑新的这个地方政治的结构 等一下红阳一定会跟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分享这样 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去谈的 就是说我们每次想到台湾地方政治 想到比较多的都是西部的县市 我们很少想到里岛 很少想到东部 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20年间出现了一个花联国 我们有一个花联国王傅昆齐 在那个花联后取真位这样 那花联国是怎么出现的 蔡宗悦在这篇里面帮我们做了很完整的这个脉络的描述 那当然澎湖也是啦 我们这本书还没处理到金马 那希望下一本有机会 澎湖很有趣是我在看新杰跟伊婷这篇文章之前 我其实不知道澎湖的军系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我们以前都会觉得金马才是战地 可是事实上澎湖有更悠久的战地的历史 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这一篇 那最后一篇是这整本书里面比较学术气息比较浓厚一点的 他是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上一个世纪 政治学的前辈吴乃德老师提出了所有的NB是从体制来解释 国民党如何透过NB是从体制来控制台湾的地方派系 可是我们过了二三十年了 这套体制还适用吗 如果适用可能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如果不适用是为什么 那新的东西是什么 透过这一篇对理论的爬梳跟反省 我们来想一想 那这个时代我们怎么讨论台湾的地方政治 这整本书的架构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真的是要去写一下金门 金门我最近这几年也去了好几个 我觉得好有趣 就是说除了历史文化跟台湾有很大差一之外 例如说那边的家族宗族姓氏跟公务体系 这个可能不比台湾更单纯 那个复杂的程度或是交融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好玩 你值得去做研究 那刚我一直很担心 就是我每次在访问书 或是访问这个影片的时候都很担心爆雷 我这担心碗你自己会爆了很多的雷 那还好你没有把所有东西都讲完 待会就是真的还是要找这本书来看 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津津有味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共鸣 那特别刚刚讲到一段 我其实也蛮有感 就是在台湾 我觉得不是那种大众的地方政治的独本草 事实上在我自己所知 做地方政治学系 做地方政治研究的其实也不太多 对就是我自己也会跟我们政治系 老师说你们怎么不来研究一下 迷雄研究一下嘉义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 很值得我们再去关注去深究的地方 那大家能够讲出来 大概就是刚刚谈到 吴乃德的NP是从或者是另外一本也蛮精彩 就是陈东生早期写的这个金权城市 我觉得那本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可以对我们在这个有关谈地方政治的时候 有更多的这些基础或是认识 那当然这一群的作者其实相对下 也是刚刚比较年轻 特别是在书就直接表明 就是来自于青年世代的提问 实践以及反思 所以有人就会说这本书的这个作者群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太阳花世代 当然在里面有很多的作者群 事实上也经历过所谓的太阳花学运 这样的一个历程 太阳花运动这个历程 所以我不晓得就从这批作者的 这个写作的经验或生命经验来看 就是这些所谓的太阳花世代 有什么样共同的生命经验 跟共同的特质吗 从这一代的青年人再提问 地方这件事情会跟老一辈的人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家好 我是弘扬 我就先讲我身边这一群 年龄层差不多人的经验好了 我自己本身是1994年出生的 然后在2013年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 刚好我是大学二年级 对然后对我们这边来说 我们的所谓的政治启蒙 或者是公共事务启蒙的时间 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高中或者是大学 一二年级的时候 所以刚好在整个大时代时间点来讲 就是在马英九总统的第二任的任期里面 然后有很多有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的那段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整个大的时代的局势 还是我们个人的经验 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就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那个年龄层级刚好 刚摆脱可能国小到高中那种学校教育 的那种可能由上而下 或是比较单方向 然后很窄化的那种知识的传递 我们开始知道说外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且是可以透过自己去探索的 而不再只是像以前在学校一样 很被动的去吸收知识 所以那种被像是被解放的感觉 其实很深刻 然后我们也很有这样子的热忱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开始关注政治看到的刚好 也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执政后期的 可能有一些贪污腐败的状况 或者是跟中共很紧密 或是一些民主自由的紧缩等等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于 不管对国民党也好 或是对于中共政权的 併吞的那种恐惧 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等于说我们那时候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国民党或者是中共 但是有的敌人 也是需要长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还有思考体系 然后刚好就是在太阳花运动的前后 那几年 整个进步价值的阵营 算是一个百花其放的状态 不管是各种NGO 还是新的政党 像是生命党 时代力量等等的 就在各种议题上面 就都有提出很进步的论述 而且也都有经过一些转化 让我们这一辈 可能不是政治圈的这些人 我们这些新手 让我们这些人也都可以看得懂 然后也愿意去参与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我们那一辈的人 是在这种情况下 长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 思考体系跟价值观的 所以在太阳花前后那两三年 我们在思考体系上面 有很大的成长 但是到现在 其实又已经过了六七年 今年是太阳花的十周年 过了六七年之后 我们这群人也开始 可能从学校毕业 然后出社会 然后从当时可能 只单纯从书上 从网路上 然后从抗议的现场 去了解社会的那种 愤青或是觉醒青年 因为我们也开始 进入到社会之后 也看到了很多 社会运作的真实的状况 不管我们回去做田野 还是我们回去选择参与政治 我们其实都看到了很多 所谓的真实的那种 运作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心态 也开始有所转变的 虽然说我们的理想 可能还是一样 可是对于说 要怎么样达到理想 中间的那个方法 或是路线 我们可能在经历过这几年 在社会的历练之后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个世代 从2013年那前后 开始启蒙 然后学了很多知识 然后后来 随着进入社会 毕业之后进入社会 然后后来 我们也有慢慢的 很大的一个心态上 还有做事方法上的转变 我这有个学生 我知道学生 他的硕士论文是写 反各康运动的学生 这一群人 他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那我们事实上 在做研究的过程 事实上跟开洋花的 这个年纪并没有差很多 然后我发现有两个很有趣 一个是历史教育上面 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们已经不像 我们在读很多的 很高比例的大中国的历史 另外是公民教育的不同 就是你们也不用去读 什么三民主义 然后这个公民 公民社会的课本 当中有更多的事变 跟讨论 或者是更多 食物上面 不过这还是在一个知识上面 那刚宏雅特别谈到说 那个价值体系的建立 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世代经验 不过这个世代经验 可能会回到一个基本的现实 特别是我在看这本书的作者 里面其实有蛮多人都是返乡 或者是回到地方 去从事政治工作 社会运动 或者甚至 有些可能已经开始在经商 就是在澎湖的 这个一庭他们 或者是有些是在做研究 那这一群的年轻人 就是大家可能都在往北部跑 或是往都会跑 可是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是到所谓的地方去 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刚刚你谈到的 那个政治现实 社会现实是什么 有什么需要 重新学习的地方吗 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问题算是 整个回到地方之后的人 遇到那边的人 人情压力的这种状况 因为我这群人会回到地方 其实就是想要去了解 或者想要去翻转 原本地方盘根错节的那种 政治或经济的问题 但是要了解或是翻转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跳进去 自己跳进去那个盘根错节的 然后去跟那些人拔转 取得他们信任 其实才有可能 可以改变他们的那种可能性 但是就在这个之前 我们可能就要必须要先 暂时服从这一套 旧的想要打翻的旧逻辑 然后也有可能 就这样子感觉跟着 沦陷进去了 这是一个部分 而且就是说这套 所谓的我们想要打破了 旧的运作逻辑 这套或是人际的网络 其实已经在地方运作了好几十年 甚至好几百年了 它已经根深蒂固了 让我们一个年轻人 要进去然后翻转 这个已经好几十年的 根深蒂固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那个难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自己回到地方 回到云林 其实就要去 比如说要知道 这边派系运作的状况 我去找了A派系 可能B派系的人 也会想要理我 即便B派系的人 他可能有相关的理想 可是爱于派系的现况 或是胆派的现况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需要考量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年轻人 回到地方 不管是回到云林 或是回到其他这些乡村 或者乡下 都应该或多或少 都遇到这个 在人际网络或人情压力上面的一个 状况困境 而且你可能到处都是你的阿伯阿伯 什么一公 谁谁的亲戚 你们家里是什么人的纯 你是不是什么人的纯 大家都很很熟 然后即使是不同派系 大家可能都有一些 亲族的关系在里头 然后我自己 我分享给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们几年前 因为前瞻计划 然后要把我们这边百年老数移走 那我们就跟湘明 就成立了一个大学入户数联盟 也跟翁蟑螂县长做一些讨论 做一些沟通 那我是觉得县府还蛮有诚意 因为每次沟通的时候 一级主管包括副县长也都在列 跟他谈 可是毕竟我们翁蟑螂也是学运出生 他就跟我说关老师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办 他说我有三个方法 一个就是 因为他是前瞻计划的钱 他说不然我把 我就举个例子 我把前瞻退回去 我们就不要移速了 然后我们路也不要修了 我想说天哪 你这个是要挖坑 那我跳吗 就是地方没有资源 然后地方非常需要前瞻计划 只是我们对前瞻计划钱 用法不同 我们也要退回去啊 你都退回去的话 那我不是成为民雄的坚固罪人吧 我想说这个坑实在是太大 第二个也蛮厉害说 你们要谈到公民参与 对不对 要谈到所谓的社会参业 那我们来办村子里面办公投 他说天哪 你这是要让我们分裂吗 这以后 那我还不是坐在那个村子 坐在村子里面的互数联盟的 这些朋友 那以后都不用在这里混了 因为本来民主社会就有不同意见 所以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是 那我觉得说你在台北搞运动 你跟在乡村里面考虑的话 事实上根本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就像刚刚洪庸提到说 你要考虑到亲族的关系 你要考虑到 他未来都还要在这里共同生活 那怎么样去让大家意见 可以彼此的去接纳 或是做一些公共讨论 那个公共的概念 跟我们在台北 或是在城市地区 那个公共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 这本书谈的是地方政治 那我问一个很大的题目 就是这个地方政治 跟全国性的政治 在台湾有什么不同的 就政治不就是政治吗 为什么还要特别去强调地方政治 其实在政治学 我是政治学界出身了 一定听过一句cliché 一句那个城墙烂调 叫做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那我们如果从选举的角度来看 就是今天 虽然我们明年1月13号 要选的是中央选举 是总统跟立委 可是事实上立委也是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选出来的 那总统也是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即使是中央层级的选举 我们在谈的都还是地方政治啊 譬如说好 我们就以彰化谢家为例好了 你看像谢典领跟谢一凤 他们可能就分属 两个国民党内的不同的派系 一个支持郭台铭 然后可能一个支持侯友宜嘛 那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在影响我们的中央大选 第一个我们先谈的是 所有的中央的事情 都是透过地方的人选出来之后 去形成那个民意 但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谈 中央跟地方的分权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差异 譬如说各位要知道 在宪法里面其实就有去规定 哪一些事情是中央要管的 哪一些事情是地方要管的 那大家其实常常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就是八点档连续剧里面都会有 一个小房间里面 议长坐在一张沙发上 然后跟一些不知道哪来的人 在谈土地开发利益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土地开发这件事情 土地相关的政策 是在这个分权里面 属于地方的部分比较多 所以地方可以去决定 我的这个都市计划 土地计划要怎么处理 第二个是我的税要怎么收 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 地方上面金钱跟权力结构 一个很容易结盟的地方 所以我们 对对对 所以我们如果在谈这个政治的时候 只看中央的政治 我们会看不到这些细节 所以第一个谈我们谈的是选举推动的 那个政治里面 中央即使是中央选举 也是一样靠地方推动 第二个选举 第二个不是靠选举在推动 是靠政策跟治理在推动的 这个层次 那我们就是要去看中央跟地方的分权 会造成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 我觉得大概可以先从这两个角度去谈 为什么我们必须关注地方政治 而且一般人一想到地方政治很容易会有一个错觉 就是地方政治就是黑金 地方政治就是社会新闻 那其实会把我们跟地方政治拉得很远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参与不进去地方政治的逻辑里面 会让更多人不敢去碰政治 反正在黑金嘛 对对对 就是把它意世界化 觉得那个不是我的世界 我进不去 那我们这本书有点想要打破这件事情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没有啦 但你其实有一个运作逻辑没有那么难懂 你也可以懂你也可以进去 这样才有办法让一般人觉得 原来我也可以理解地方政治 甚至进一步去改变地方政治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这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全国性政事 它都必须透过地方的累积嘛 所有的国家的政策也会到地方的时间 那不同地方的时间方法也不一样 可是政策制定也会影响到这个地方 它会发生什么事 例如说我刚刚谈到前瞻计划 那这边可能就会影响到 我们要不要这个书会不会活着啊 或者是路要不要开啊 就可能很多不同的争议跟讨论 过程当中 我们的案子还不要单纯 有些可能案子当中 很多利益他就会跑进来了 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里面 就觉得说地方政治好像黑金 这以前这样子认为 可是我们倒是不会啊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跟公所很好啊 我们可以跟公所不同的政党的公所 也可以很好 我们可以跟他谈一些事情 要不要一起来合作 所以我们办很多活动他也会来 然后他其实也可以听得进去 他不是你想象的 包括市政 包括县政府也会 有些道路规划会找我们 所以他没有很难 只是你应该讲说不是没有很难 而是我们不要刚刚谈到 那种所谓的刻板印象 要不然其实就会 很多时候地方政治是跟我们最紧密的 一个政治的部分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不认识总统 但是我们可能会认识村长 那我们 但是我们投村长的人就少 但投总统人比较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遥远的人 我们会去投票 跟近的人 我们反而不去投票 反而放弃了某种 自己在地方的政治权利 好 那我们刚刚这一段节目当中 大概也都跟大家 简单的分析 讨论这本书的一些基本的架构 那待会我要回到 我们先休息 要回到这个现场 我跟大家谈一个 就请两位再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彩的部分 就是在中部地区一些 非常实物的这些经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 想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 会讨论一些社会议题以及书籍 还有包括影片 希望透过这些书籍影片的讨论 或是议题的讨论 能让我们对这个地方 要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 更能够去关心我们的政治 关心我们社会 甚至你也可以投入到整个政治 或社会的参与跟关怀 那也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 我们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独立 走得更远更好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谈这本书非常好看 叫做台湾地方政治独本 来自青年世代的提问实践与反思 今天在有两位来宾 一位是这本书的赌篇 严婉玲 婉玲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弘扬 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弘扬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弘扬 刚两位 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的作者 还有这本书的作者 回到地方的一些经验 以及一些经历 那我接下来就想要回到 这本书里面 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 因为我喜欢看实际的例子 我喜欢看真正的亲生的经验 因为这学术界逮久 都觉得学术界真的很无聊 就是有一些更踏实 更扎实的东西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在 教一门客的草根行销 然后我们其实会读一本书 就是社区如何动起来 那社区如何动起来 里面其实就会谈到非常多 屏东那边的地方派系 那我也会去开始做一些地方派系 就发现很有趣 就是台湾早期有人就有江湖了 有人就有派系 这很正常 但是我发现早期的地方派系 好像都是士生为主 然后医生 老师的比例很高 因为他们其实可能 一方面是有知识的声望 另外一方面 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多 医生会接触到很多人 以前常常去外面看诊 然后你就去别人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社会声望 跟这个支持度就会越来越高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地方派系 好像不是长这个样 就像刚刚谈到的想到地方派系 就会想到黑镜 想到地方真的想到黑镜 所以在现实上面也是蛮多是 所谓的黑帮 或者所谓的派系 或者是这个彩团靶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因为蛮多人会说这个所谓的 被黑帮把持被财团把持 如果会说那个开端 其实是在1990年代 可能李登辉时期 那个时候开始中央政府 跟地方的这些黑道合作 就是说合法性危机 就是要进来巩固政权 我觉得目前台面上 听到蛮多人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但我自己认为这个有点像是从 中央往地方看的视角 但如果从地方的视角往外看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重要的背景是在 刚好是在1970、80年代以后 农村的人口开始大量的外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也是有多次化的过程 对对对 那个时候刚好农村的农业产值下降 然后都市又刚好工商业开始起飞 所以农村大量的 尤其是青壮年的人口 都外流到都市去好生活 尤其是以我所处的云林沿海地区来讲 我们那边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 我们都叫做风头水尾 所以就是海风很强 然后又是整个农业灌溉网络 算是最末端 所以淡水的资源很少 然后我们那边靠海嘛 所以土壤的盐分又非常的高 所以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 然后导致农业的收成很差 所以跟其他农村比起来 我们那边的农业收成又更差更惨 所以在都市工商业发达之后 我们这边几乎七八成以上的青壮年人口 都跑出去都市讨生活了 所以等于说整个农村的青壮年人口都空掉了 原本农村里面的知识精英 他们其实也往北部去走了 对 因为像我们那边知识分子可能相对比较少 因为真的是更穷更乡下更靠海的中南部的乡村 对所以整体来讲我自己的经验是真的有七八成以上的人 是有出外的经验的 对那很多人可能到都市之后就在都市落地生根 像现在海北可能三重庐州那边就很多是我们 云临沿海上去在那边定居的移民这样子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七八零年代以后的这整个农村的青壮的人口外移 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所以农村可能就只剩下老人或者是很穷的人这样子 但农村的这些观众事物跟这些政治的选举位置 他还是在啊 那要给谁做 对而且你要担任 你要能够选举选得上 你其实也要有一定的人脉的支持 还有金钱的资源 所以也不太会是原本那些很穷很穷的人 可以选得上 对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尤其是在我们云临沿海的麦寮跟台西 在这个时候黑道 这个角色就出现了 但那个出现其实也跟人口外流到都市有一定的关系 对我就以台西为例子来讲好了 对台西如果比较了解我们那边的人都会知道说 台西在以前有个称号叫做流氓的故乡 对对对 然后这个状况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口大量外流到都市 然后这些出外打拼的年轻人 其实到了都市人身地不熟嘛 他们就会倾向跟同乡聚集在一起 对然后成群结党 年轻气盛这样子 而且因为我们洋海地区原本的那个生存条件就很差 所以可能民风就比较飘汗一点 对所以到都市地区 到都市发展之后这些年轻人 民风又飘汗又成群结党 所以就很容易形成的 有点像是帮派或者是黑道这样子的组织 这个可以去看电影《少年岸》大概就是叫这一段 对对对对对完全就是像我们运林海边的故事这样子 对对然后这些黑道他们算是在都市打拼 可是其实他们跟原乡也保持了一个一定的连结 他们比如说在都市做工啊 或者是做一些可能赌博或是设行那些地下产业 他们赚到钱之后会寄回去乡下 或者是他们也会回乡 然后招募这些小弟一起去北部外去打拼 这样子 所以这群黑道其实他们是在都市跟原乡之间来来去去的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然后他们在 他们如果在都市因为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然后也比较容易赚到钱 所以他们赚过钱的话 回到故乡如果要选乡民代表啊 选乡党选议员 其实都相对容易 因为他们比那些留在乡下的人还要更有钱嘛 对而且人脉也很够 对所以其实从1990年代之后 台湾的西南部的沿海地区 这些政治场域其实就很大比例 被这些年轻的时候去外地打拼的这些黑道分子 或者帮派分子回到故乡来参选 然后就选杀了 对像是云林县的台西乡 他从1990年代到现在 所有的每一任的乡长 都是这种回乡发展 那可能有一些黑道都是帮派的背景 或者他是黑道的老婆来参选 每一任乡长都是有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 这是黑道的部分 然后如果是财团的部分的话 就连结到我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 台湾六青的这个位置 对 主要说就是在2010年之后 那个时候六青发生了很严重的 很多起严重的爆炸案 对然后发生爆炸案之后 六青就开始想要引起了很多地方的居民 还有政治人物的反抗抗议去围长 因为你造成了这么严重的爆炸 对所以六青这个时候 他就改变了他敦青木林的方法 就把很多工程给发包出去 对然后吸引了很多人来开设工程的承包商 对然后这些包商的身份 他可能有的就是单纯的商人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是原本地方派系 或是地方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黑道张子 他们就来开设工程包商 然后承包六青发出来工程 所以等于说六青他也是透过这种工程的发包 透过这些工程的利益 把这些有钱有势的投人 都给纳进来六青的体系里面 对然后我们云林沿海那个地方 最有钱的就是这些人 我那边赚钱的机会不太多 主要的赚钱就是要透过六青 这个很大的工业区这样子 对所以这几年 尤其是2010年以后 越来越多的这些工程的包商 六青的包商 他们又参与地方的选举 所以像麦了目前的乡长 还有乡民代表会的主席 还有我们那边最大的一间 妈祖庙 龚范公那间庙的主委 也都是六青的包商 更不用说是县意愿 村长 几乎都有 一半以上都有这个六青包商的这个背景 方向这边有两个重点 第二就是我们过去在解释 地方派系的这种所谓的兴起 或者是一个台湾地方政治的改变 会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正当性危机 就是好像李登辉没有办法掌握 整个的政治的权利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对抗军方 那就是要从台湾 台湾的民间社会去找出这些 他可以拉拢 或者是去可以结盟的力量 那地方派系 跟某些新鲜的财团 可能就是一种类型 不过方向的解释是说 其实在这个更早之前 这些假设要去拉拢 这地方派系黑金 那他们其实更早就已经有了 这有可能是跟 这个都市化的发展 城市的移动的状况是有关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解释 另外你刚刚谈到 六青的包上 是让我觉得我是蛮有感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 常去那边 然后想说 其实到六青工作的云林卖寮人 云林的也没事那么多嘛 因为有些是属于专业的这种技术 然后我们过去也引进了一些 这种移工技道里头 所以不会有直接的这种 好像这边给你工作 然后你就来吃 但是不是 他是整个六青产业链 那个层层的转包的过程 那个是非常非常绵密 就是每一个人都跟六青 会有各式各样的关系 他可能是直接被聘雇的关系 他可能是一个敦青木林的关系 他可能是一个转包 又是一个转包 大包中包小包 然后包到一种绵密的这种所谓产业链 这是云林的状况 但是我想要请教 云林是说那其他地方的这种所谓的地方派系 开始所谓的黑金化 也是跟这样的一个历程式有关 还是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经验 其实我真的觉得 每一个地方的派系形成的过程 那当然我们刚刚说最后篇文 只要在台湾必适从体制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说 可能就是在国民党执政 长期一党独大的那个年代 他们会试图去扶持地方上的派系 那那个扶持是怎么扶持 我们就要来想一下 那有可能是因为 其实以秉伦那一篇来说 他就以张南为例 以西州这个地方为例 来作为一个历史的演进 譬如说其实当时在西州 最大的家族战后 一开始其实不是谢家 而是有一个林家 可是因为我们也都在历史课本读过 譬如说像土地改革 或是各式各样的375减租 这一类的政策下导致了传统日治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没落 因为他们变成资本被转移了 从土地资本变成企业资本 企业资本很多时候四大公司的股票还不一定赚钱 那这个阶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没落下来之后 会有一批新的人要上来 大概在670年代的时候要上来 那弘阳刚刚讲的这种黑道分子的进来 是一种可能性 但也有其他的 他们不一定一开始就是黑道 但当然像张化谢家一开始 确实就是跟赌场有关这个事啦 可是在其他很多的地方的地方派系 不一定都直接就是马上跟黑道产生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所有的地方派系都跟黑道有关 这是我要先澄清的事情啦 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再来想说 地方派系在19780年代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样的奇妙的质变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是旧台南市省霞市时期的台南市 那因为我之前做台南的一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在看旧台南市的政治发生过什么样的变革 我发现已经很有趣的是 1950年代开始台湾有地方自治之后 有议员选举以后 其实会有很大一批人 是当时大家觉得说 战后大家会觉得当议员就还是要有读书 要大专引上的学历 要汪文如雅 要是士生阶级 可是在780年代这件事情改变了 有钱的人 买得起票的人就当选了 所以7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去看整个议会的学历变化是 年纪变轻了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不一定是黑道 他可能是有钱人 那他的有钱就是在经济起飞的那一段时间 有钱那他想要掌握一部分的政治权利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把另外一件事情想进来 就是跟着民主化过程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济成长促进民主化的这件事 也导致了地方的政治关系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所以不一定是只有黑道这个因素 或者是说移民这个因素 那像台南可能就不是一个 台南市跟台南县也不一样 台南县可能就因为是农业现份 会比较像刚刚鸿洋讲的云林会有大量的移民出去 可是其实像旧台南市啊 他其实不是一个移民这么明显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因素就会有其他不同的因素来处理 那我觉得再讲回来 或许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另外一题就是农会 农会在这个时候 其实会扮演另外一个网络的角色 那这个网络从日治时期到战后 其实产生了他角色上的变化 一开始农会的组成 农民组合的组成是要让大家可以团结起来 一起对谈什么样的体制 可是到了后来因为农会有选举 有选举代表什么就有位置 那这个位置可以干嘛 可以决定资源的分配 而且农会的选举是间接选举 我先选出一层代表 然后再选往上一层一层往上选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结构就会导致 派系的分配就会变得更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是农会除了可以选举 有很多的位置之外还有钱 农会会有金库 你可以跟农会借贷 所以到现在为止农与会都是 譬如说像台南市 就是我们的前议长就跟与会借了很多钱 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很明显 就是资源跟资源里面包括两个 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钱的流动 都会跟农会有很紧密的关系 农与会这样子的人民团体有很紧密的关系 这个农会事实上相对下也蛮有趣的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经脉上面的掌握 那因为事实上农会当然有部分是在协助 因为我们要先讲这农会还是有很多种 农会里面的成员也有很多很认真在推广农业事务 或是农业的行销或是农季的改变 他不是我们纯粹想农会就一定是坏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必须要打过 不是说农会是坏的 这是地方政治里面很重要的角色 但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的借贷的关系 就因为你想像说农村是比较穷 然后农夫他必须要看天吃饭 有很多的看天天 然后我这时候欠收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我就先把你买下来 把你的骨子买下来 然后我这边还是可以先给你钱 然后就慢慢还 这是人情的 我这是帮你解冠你的问题 这地方政治很重要 就是我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我给你做面子 刚刚谈到首达 谈到那个现身 你有面子 什么技官来啊 代表来啊 我不是说很欠 但是有人来嘛 这个面子就很重 另外就是说我现在没钱 你来给我看一看 现在没钱你先钱赚赚了 要选择的时候慢慢选 虽然有时候还不出来 就变超贷的状况 可是事实上这个 某某种东西他是被照顾到的 所以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 这也是我觉得 不是一个纯粹的NB是从理论可以解释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情 事故 传统的那种所谓的华人的文化 或是台湾的那种乡村的 直浦 纯浦的那种关系 那种角色啊 可是这个其实也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 刚看到可能是地方的政治 他控制的经脉 或是地方的某些的机构 不然容易会控制的经脉 控制的借贷 他当然他可能会转换他的政治资本 他同时也去解决这个地方穷苦人的某种的问题 他就建立了他自己的社交网络 社会资本 可是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六亲是一个更有趣 他是从那个红洋书里面 他是超越蓝绿 就在台湾能够超越蓝绿的不太多 这六亲是超越蓝绿 你可以跟我多讲一下这个六亲如何去超越蓝绿 然后这个六亲到底怎么去掌控 这个云林地方政治的这种状况 甚至他也控制了某种的环境运动 让他可能就因此而逐渐的消退 或者是他的力量是削减的 因为其实像早期我们麦聊那边 早期的政治版图 其实跟其他中南部的农村是蛮类似 就是有两个对立的派系 一个是林派 一个是许派 林派人比较多 他就掌控了只是选性 值得这个乡长这个位置 所以他掌控他就掌握的乡公所 那那个许派人比较少 所以他就掌握的是比较间接选举性质 像刚刚婉林提到农会 对 所以一个掌握了乡公所 一个掌握农会 然后两边就是互相 这跟很多地方掌握村长 跟社区发言协会一样 就是他永远都有不同的政治位置 刚好大家都可以去卡到一个 他最适合的地方 对 但就是六亲这个大企业的进驻 就是有点像是改变这个 原本传统的这种政治运作的模式 对 六亲他其实是在1990年代 初期的时候确定要落脚在迈导 运导卖导这个地方 对 然后1994年开始天海照路 然后1998年就开始营运 对 然后营运一开始就 有点风平浪迹 然后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在我刚刚有提到2010年 这是一个对我们卖导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在2010年的前后 我们六亲发生了很多起 很严重的爆炸案 对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 科学家来这边做研究说 六亲的排放 它确实是有毒的污染 也造成居民健康很大的影响 这样子 所以2010年那个前后 六亲在我们卖导人的心目中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存在的 因为它带来很多的污染 跟健康上的影响这样子 对 所以在2010年之后 六亲就改变了它的敦清木林 或是说工厂跟地方互动的这个模式 在2010年之前 其实因为六亲它是台数企业的 台数你要变成台数的正式员工 其实你是要相关的 可能化工或机械的背景 要透过考试 还可以考进去的 对 所以虽然说它在卖导社场 可是能够变成台数正式员工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少的 对 所以等于是在那之前 我们卖导人其实 没有直接那么直接的享受到 六亲所带来的这些 我有一个朋友从五亲 然后保到六亲 从云林 宜兰 然后原本要在宜兰干 然后后来跑到云林 他就从宜兰然后搬到云林去住 所以跟地方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专业者 他就跟着六亲去移动 对 所以就是当2010年那时候 六亲发生很多爆炸案之后 很多的居民就去抗议 很多的那些地方的政治人物就去抗议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六亲就发现说 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我除了改善我的公安之外 我也要对于跟地方互动的策略 我也要很大的转变 所以刚才有提到 六亲就开始把这些工程发包出去 然后吸引了很多人来开工程的包商 然后这些包商大部分都是有头有脸 有钱有事的这些地方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有钱的商人 然后这些人开了包商之后 就会开始聘用地方的居民 来当做他们的员工 然后因为包商员工 就不会像台数员工那样子 你要透过考试 然后很严格还可以进去 任何人都可以去当这些包商的工人 对 所以等于就是说 六亲透过这个策略的转变 把地方的头人还有居民都给纳进来 六亲的这个经济体系里面 而且这些人 这些地方的人 必须要靠六亲发包工程 他们才可以过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的转变 不只影响了卖鸟的经济的状况 也改变了卖鸟的政治 还有卖鸟的整个地方的社会 对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2010年之后工程发包出去 然后有很多人来开设包商 就形成一个新的包商的阶级 因为在我们卖鸟那种 风头水尾很穷乡屁朗的地方 能够有钱的就是这些包商 他们跟六亲发包工程 然后他们就去做这些工程 然后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对 所以这些包商就形成一种 就像新的阶级 对 然后有了钱之后 就会想要参与选举 对 然后就 因为他们资源比较多 然后人脉比较多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 不管是他们包商底下的员工 或是刚刚文老师提到 中包或下包这些员工 一定都挺自己老板嘛 所以他们就不管是在人方面 还是钱上面 他们都比一般的居民 有更大的资源 对 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选上 不管是县议员也好 或是乡长也好 对 都有很多的包商来参与选举 然后很顺利的就选上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也 为什么这些包商会想要参与选举 也是因为我们那边 有点像不成文的规定 六清看到两家包商来投标 一个是有政治职位的 一个是一般人 六清会比较倾向把这个工程 他包给有政治位 政治位的 对 利上加利 亲上加亲就对了 对 因为其实也可以想象 我一个企业如果跟地方政府 或是跟地方政治人物 打好关系的话 我在这边运作也是会 就比较不会被找麻烦 对 所以这边就是双向的系统 这些包商它比较有钱有资源 它就比较有办法选上 然后而且它有很大的诱因 因为我选上之后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工程 对 所以就等于是各种因素 把这些包商往政治的位置上面推 所以我们那边目前的 刚刚有提到乡长 或是乡民代表会的主席 甚至连我们那边公庙的主委 都是六清的包商 而且有趣的是 像现在香带会的主席 跟最大公庙的主委 他们都不是在地人 他们都是外地的商人 来卖聊做生意 然后选上或是当上主委 这个其实在中南部的乡村 其实很少见的 就是一个外地人 你也不是属于 原本在地的派系 你也不是 这边土生土长的人 你一个外地人 然后来到卖聊 你却可以当上这边 最大的公庙的主委 或是选上香带会的主席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六清的进入之后 把整个卖聊的地方政治形成了一种很彻底的转变 然后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乡镇 或是其他中南部乡村的那种 可能还是以地方派系 或者是以蓝绿政党为主的那种模式 我觉得卖聊的模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这其实也会去解释到 其实应该讲说原本的NP是从一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跟文化 或是这种所谓的社会关系 人际网络是很大的关系 然后新增的这个脉络 甚至刚刚谈到都市化的移动 也会产生这种所谓地方派系 但是我觉得这样谈下去 感觉很大的因素就是钱 我不知道这怎么解决 就是也许台会讲说 这也会涉及到整个台湾的地方 政治有没有可能转变 例如说越穷的乡镇 越到选举的时候 越会去欢迎这些工业区的进驻 那为什么 因为工业区进驻之后 大家会想说 我们开始有财富的台湾社 我们开始会发展 无量什么要紧 没要紧 我们没饭 他要吃 他说什么无量 这其实我们会看到 常常类似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可能 彰化很多的工业区 或者过去的国光石化的例子 或是6000的例子 其实也是这样 或者是有另外一种 就是好的 这个重化区 这个化了 化了之后 我家就被化到重化区 里面我就会发大财 然后就会有财团 要来买我的土地 所以这个市长贪污有什么关系 贪污有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我也跟他一起发财了 他贪污 但是他有照顾到人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 我说那现实就是 大家要生存 那这个现实可能会来自 你刚刚谈到某种的自然 或是社会地理的区域 例如说好的比较偏向 比较沿海 这可能是一个地的 因为他会不会是跟整个台湾的 国家的政治资源的分配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政治资源的分配 事实上使得 这些地方的人 他必须要去依赖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地方的力量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素 我自己听下来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可是我最后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假设是我刚刚谈的原因或是其他原因 那这种地方政治有什么可能改变的机会跟可能吗 就是它是一个绵密的社会网络 又是一个解决你在经济上面困窘的一个恩能吧 或是至少是一个力量 我觉得以这个经济资源的分配来说 我们可能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是我们的法治结构 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跟中央之间的资源的划分是透过财化法 财政划分法来做 那这个其实财化法很早以前就有人说应该要修 只是怎么修要来谈 因为现在的观念都是人少的地方资源给的少 人多的地方资源给多 这个就常理来看当然没问题 因为我这里人多 那我当然要多给点钱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像过去我们常常在谈南北区域均衡发展 不均衡发展 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司的营业登记都在台北 但是工厂都不设在台北 都在东南部 结果税都交给台北 那因为这个是地方税 所以就台北很有钱 可是突然都是中南部来承担 这个也是过去常常在谈的 这个区域不均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的税级怎么去分配 那我觉得回到管老师刚刚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地方政治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 我觉得除了钱 另外一个我们要来看选制 像例如说像立法委员席次减半 这件事就再加上这个单一选区两票制 其实已经让地方政治在最上层 立法委员那一层中央民代选举的流动性变得很低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大选区 我们可以选出各种不同立场的立委 那以至于两党政治就更行稳固 因为只有大的政党才有办法去做立委这个层级以上的竞争嘛 那我们的这个多党政治只能顶多存活在县市议会这个层级 因为毕竟这里还是就是多席次的选区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地方政治 会当然会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面结构不容易改变 所以那个权力结构不容易产生新的流动 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思考的就是 那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两党政治很难被改变 然后地方政治的流动有限度的话 我们还没有其他参与政治的方式 那也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一直想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 参与政治其实不是只有透过投票或是选举 或是被选举而已 其实这几年我们在除了直接民主 代言民主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是参与式民主嘛 那虽然说老师也做很多社区的工作 一定也知道这几年常在推这种参与式预算啊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神医式民主啊 看起来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愿意从很小很小身边的事情 开始愿意去参与去决定 那就比较有可能扭转这种 主要是透过代议政治选举来推动的地方政治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选择 有时候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搞运动的时候 他会讲说没效啦 做这个没效啦 或者说 啊不然我们去找医院 我说不要去找医院 先看自己能怎么解决 不是什么都找医院 你找医院不一定要插进 插进就会给你买去 所以有时候是那种 empower 就是那个大家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我如果连自己的 这种所谓的 这么临近的地方 政治你都不想去关心 你说你要去关心总统大选 我觉得那个很跳跃 很快 弘扬呢 就是你自己觉得 就是做一个六亲 做一个 不是六亲 就是一个云林的卖寮人 然后 整个被吃的死死的 怎么办 这个地方政治 有什么改变的机会 跟可能吗 刚才晚您提到的是 可能资源的分配 或者是选制的改革 然后我这边也可以 补充一下我们在地的一些 一些看法 就是 虽然我刚提到 好像六亲 把卖寮整个控制的死死 然后整个笼罩 在卖寮的上空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希望存在 我觉得这个就牵涉到 我们在地文化的认同 这个部分 这几年也是有一些 我们地方的 地方创生的团队 或是一些社区发展协会 或是一些文史 文史调查者等等的 他们就希望让 让我们卖寮人 尤其是针对卖寮人 让我们知道说 卖寮不是只有六亲 卖寮还有自己的历史文化 包括我们那边也有人 去 富裕小麦的种子 因为卖寮这个地名的由来 就是因为以前种很多小麦 对 然后所以 而且你还有很多的歌仔戏的传统 也在卖寮啊 对对对对 台湾 台湾第一部的 那个台语的电影 就是我们那边的 最早期的歌仔戏的 拍摄的 对 所以就是开始有这些地方的 文史人士 还有一些地方创生的人士 开始在我们那边推动说 让大家知道 卖寮不是只有六亲 卖寮的衣食父母 也不是只有六亲 我们还是有自己原本的文化的底蕴 对 还有一些自己的认同 说六亲以外的认同可以长出来的 对 所以 虽然说 这股力量可能目前还很小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长久 慢慢推动下来 我觉得是可以抱持的希望的 就是让大家觉得 尤其是让麦瑶人觉得说 我们不是只有六亲 我们的天上 不是只有六亲 这个意识父母 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 我觉得这个 对于我们自己的信心 就刚刚管老师所提到 信心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这种文化的附赠 或是重新找回我们这边的再利特色 这会是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路线 我觉得这蛮重要 其实我这几年 就是从台北搬到后民雄 我觉得我非常能够感受到那种 地方对自己没有信心 或者是 难怪自己没什么这件事情 其实不会啊 我觉得民雄 有三百年的历史 然后以前有三家戏院 然后有这么多的 每年的大企业庙 都有数十万人来 那很厉害 这个跟很多地方比起来 他是没有的 他有他的独特性 我会常跟这些小学老师讲说 你不要一天到 就是你可能要多加 谈一些文化效益 相土交易 要不然他才会知道 我这里跟别人不一样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是 就刚刚弘洋谈到一个分析 我觉得有道理就是 我可能因为我的经济的需求 我移动到其他地方去 移动之后就很难再回来了 所以他可能变成是同乡会 然后回来大概就刚刚谈到 政治的这种资源是有关系的 可是你今天 当然地方的经济发展很重要 资源经济分配很重要 就是如果今天的钱别人赚的 别的地方赚你比较多 你可能就会走 可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 让你留下来或回来 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刚刚谈到一个认同嘛 就是那个认同 可能就是一个信心的开始 怎么样找回自己地方的光荣感 怎么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文化 但是婉林提到选制的问题 经济资源分配的问题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还是要强调这本书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这本书就是 台湾对地方政治的开始的认识 你可以从这本书看 而且写得非常浅浅易懂 那这本书其实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它找出来 看这台湾地方政治读本 来自青年世代的提问 实践与反思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讨论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瓜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